在一开始开场白的时候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说 一个真的读书人才能创业 第二句话说 要做一个独立的读书人 那什么意思呢 就大家知道 你如果去听郎先平的演讲 今天郎先平听完之后就是 大厦将请 能顶住这大厦的 就是我郎某人 可惜我不是总理 一般来说 就是话题一般都这样 经济学家都告诉你 这世界搞得乱七八糟 一塌糊涂 这个世界上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不一样 说大厦 光耀岛 岛完以后 我就可以做垃圾回收的生意 对吧 岛之前我可以专门做一个扶持的生意 没岛我就干一个维护改造的生意 如果说这玩意儿 看岛 将岛 未岛 可以搞成一个比刹鞋踏般的 什么文创生意 也就是对一个企业家来说 一个创业者来说 这世界哪有什么悲观的 对吗 就是如果其他人觉得倒霉的 那对另外一件来 就是好消息 你觉得这些事搞不了的 那另外一些人就会搞得了 这些人搞不了的生意 就是另外一些搞得了的人的机会 所以其实这个是这样 关键是你知道和认识到 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会有什么样的资源 会有什么样的模式去改变这个东西 和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大家说这个世界 有的人说 哎呀 这世界好悲观 我可以肯定 你第一 不爱读书 第二 周围有一帮 就是这个爱发牢骚的人 或者你经常听经济学家的演讲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变得悲观 但是如果你是跟一帮企业家 你听话企业家整天 好像觉得是挣不完的钱 哦 你说不见得 现在很多企业家说 生意很不好做 为什么 这帮企业家是不读书的 你知道吗 他是以前从洗脚上天 才开始做生意 但是他用的是旧方法 他不知道新的趋向 不知道新的机会 不知道新的资源 不知道新的技术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会变得比较悲观 所以一旦你知道和认识 新的事物 这个时候 你可能对世界的看法 就完全不同 所以我就说 我自己作为一个 不断的创业者 或者我愿意去不断地去 支持投资和腐化创业者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些创业者 都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知道和认识 新的事物的 所以知识分子 在创业者中间 一定是个普遍现象 他知道认识新的事物 不断地知道 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 所以他才会有这种 一直向前走的路径和机会的 我经常碰到 有些小朋友问我 袁老师 请问给我推荐一本书 特别是最重要的那本书 读完之后 就知道怎么挣钱的 我说 那要有这本书的话 我还告诉你吗 对吧 真是 我告诉你 世界上最重要的书 基本上都不是讲挣钱的 世界上只要告诉你 讲怎么快速挣钱的 除了他自己 可以从此卖到钱以外 都是骗子 你能想到的什么 非常棒的书 什么生子兵法 然后你想到道德经 然后想到圣经 哪一本书都不是给你讲 这些东西的 我这个昨天去 去到陕西有个地方 说有个庙 这个庙香火很圣 然后说 我们这个地方的佛教徒 很虔诚 我说他们在虔诚的时候干嘛 说我们这个香火很圣 而且特别灵 求什么得什么 我说那都不是真的佛的庙 佛的本质是讲究舍弃的 得的东西都是苦的来源 明白吗 哇 全部是得 而且得什么 求什么得什么 我告诉你 这相当于无数庙 都不是郑重的佛庙 明白吗 所以 也就是说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佛讲的不是这样的 佛第一告诉你 不要崇拜偶像 哇 这庙里全是偶像 我觉得那不是真庙 明白吗 然后说 哦 你个得东西的 佛的本质空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吗 舍才是要追求的吗 所以为什么 我跟你讲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是佛教 但是我读过佛经 我读过不少佛经 我当初要选择信什么的时候 我就要看这些东西啊 所以对我来说才有一个选择 那 所以这就是 我就说一个独立的阅读者是什么 一个独立的阅读者 不是 原某人读了什么 你就跟着我读什么 我读一个事情小说 你也跟着读一个 我读一个上面小说 你也跟着读一个 简单的说 我控制你思想的方法 我让你读什么 我就可以控制你 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 我们有的领导 就是经常号召 你要读这个书 还专门出个书 让你读 就是想控制你吗 所以 其实 一个人 你看得见的是你的肉体 看不见的是你知识的形体 你有自己的爱好 你有自己爱读的部分 你有读得得意的部分 你有特有感觉的部分 那些东西充实在里面 就构成了有一个 不怎么看得见的心理 但跟你一沟通 一说话 一分享 就知道你那个知识的形体 有多高 简单地说 开卷有益 不过不同的人开的卷 是不一样的 但是应该开什么卷 我觉得是在座的各位 作为一个成年人的 独立的行为 不要简单地说 有人推荐这个书看什么 那是卖书的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读书人 应该是个独立的读书人 只有独立的读书 后来才会有独立的人格 这是我简单的这个看法 不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 是关于阅读世界 我七岁的时候 有一个梦想 有一天 我要环游世界 从我前两个星期以前 梵蒂刚回来 这是我的第一百二十六个国家 在我遇到过的人中间 我这个社交面很晚的 在我遇到过的人中间 只有一个人跟我说 袁兄 我就只比你多两个国家 当时还比你多两个 那个人叫沈国放 以前外交部部长处理 我在他跟我说这句话的 我去了一百二十四个 他去了一百二十六个 我梵蒂刚回来 现在我就一百二十六个了 我今年的嘛 指定再干五个国家 就超过他挺多的了 这是我要做的一件行为 但做的这件行为 他跟我前面说的两句话 都很有关系 事实上为什么一个人乐观 假定我们看到一个困难 关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知道美国人 有一种方法这么干的 我甚至知道 乌干达人有一种方法 是这么干的 所以你会知道说 这世界是天无绝人之道 但这个道啊 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呢 这道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 这个古人要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行路就是行道嘛 但是这个万里路代表什么 知识不完全读读地 被某一个民族掌握 其实世界上面不同的人们 用不同的文化范式 去观察这个世界 从而掌握了不同的角度 和不同的工具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旅行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人文的旅行 可以让我们 从已经习惯了的 中国人的样式看世界 还会懂得用 乌兹比克斯坦人看世界 可以用白俄罗斯人方法看世界 可以用 可以用梵蒂冈的角度看世界 还可以用冰岛人的角度看世界 它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觉得自己 什么东西都很自然 中国的菜是最好吃的 对吗 我们觉得所有的世界上 这个中国人的方法 可以是最好的 但是不见得 外国人看不明白我们 我留学的时候 老外老觉得 你们在中国学生 怎么好怪怪的 怎么怪呢 说你们怎么每个人 都那么认真学习呢 Hardwalker 一天到晚学习 Where is your life 你生活在哪儿 因为我们觉得 这学习不就是生活吗 生活不就是学习吗 作为一个学生 难道还有其他生活吗 不对啊 他们说 You know we have dance We have singing You know we have food 我们有好多 We have beautiful woman 你看吧 我好多东西 所以拉丁美洲同学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晚上天天独自做着业 他们天天晚上抛妞唱歌 关键在于是 第二天早上发言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了一个晚上 第二发言的时候说 我昨天因为看了一个晚上的时候 我发言的时候 就显得有点呆板 拉丁美洲同学 一个晚上没看作业 结果发言的时候 他很活跃 我总觉得发言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我们中国学生的主场 主场是拉丁美洲同学的 然后老师说 很有意思 但是跟我昨天的要求不一样 说对啊 我没看书啊 所以 最后呢 中国同学虽然不活跃 但中国同学一般都比拉美同学 更棒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书了 越多还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只能够表达自己 感情地 因为我们可以表达自己 我们同时还知道 很多其他人说了什么 以及其他人干了什么 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强项 我们中国人就很容易插之 其他人干了什么 开始的时候有点鹦鹉学识 到后来的时候再多多 多学多学一点 到后来听起来 哎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认为啊 我们中国人的中国人 不是传承的 中国人最棒的东西就是 居于世界中央 向全世界开发 什么玩意儿咱都学习 学到最后一锅煮 乱蹲 看不出啥玩意儿 这叫中国货 所以中国人的学问 我认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学问 是融会贯通 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的东西 自古以来 唐朝 汉朝 宋朝 伟大的朝代 都不是观众们说 从前一个朝代寄承过来 唐就把水给推翻了 啥玩意儿他都不尿它 尿啊 到了明 他不尿很圆的 只有到了清 他尿一点明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造房子 所以建筑也传承得多一点 至于我们今天大家以为 看到了明清的建筑和明 以为这叫中国建筑 才不是 你看看唐汉是不一样的 我北京买的一个别墅 中国建筑 是唐式的建筑 那比安徽人建筑 演示出来的明清建筑 舒服多了 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安徽人发电财之后 老把墙搞得高高的 窗户搞得小小的 知道吗 就是那种 玩意儿被你看见的感觉 唐的时候气度大多了 我只是告诉你 中国人 所谓中国这件事情 只有唐 也有名 也有好多东西的 而且这些东西 最棒的地方在于什么 在于开放和融会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感觉 其实不重要 人家说对不对呢 我记得像我们崔永远老师 有些主张 然后其他说 对不对 我支持不支持 其实你说 我说对不对 我很可能 比如说你同意我 就觉得我是对的 你不同意我 可能就是不对的 作为一个读书人 我觉得本质上 就没有 我作为一个读书人 我觉得很多人文的观点 你说到底是对还不对 谁是 Who is the judge 谁是那个裁判者 我觉得有一天等我死了 对吧 上帝亲自告诉我 Before that 就是你不能告诉我 但是你可以站队 比如说 好像我比较同意他的观点 你站得靠我比较 或者是我觉得 我跟你有共同语言 我可能会跟你站在一起 说实话 这就是帮派 观点的靠近 共同语言而已 不代表对和不对 这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文科生 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 得到最重要的观念就是 重点在于发言 不在于是非 每个人的观点 都有机会发表出来 不是说 你代表右的就不能说 你代表左的就可以说 或者左的不能说 右的可以说 大家都可以说说 利益集团怎么就不能发言吗 我就是代表某利益集团的 公公开开的 每个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 都说 只是说大家都要有发言的机会而已 所以 其实 用书的形式 用各种的形式 呈现给我们 就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的一个样态 但是 少了就不行 因为读了少了以后 你会被某一个人写的书所控制 你说这个三国到底咋回事 有个学生跟我说 袁老师 我对三国人物非常了解 我说你咋了解 打游戏了解的 我说你打游戏了解的 那个是真的吗 他说 那你怎么知道 你了解的是真的 我说我至少读过三国演义 难道三国演义是真的吗 那是小说好不好 我说对呀 你以为三国志是真的吗 我说对呀 三国志是历史啊 历史是王后奖项写的好不好 王后奖项写的王后奖项 而且是 胜了的王后奖项 写了另外一些 跟他有关联的王后奖项 你看吧 他把其他的人 都把他说成是坏蛋 就是一个坏蛋 当上了老大 然后他就把其他的好人 都可以说成坏蛋 你明白吗 所以他说 那是什么 那是个游戏 是个文字游戏 我们今天打的叫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代表新的生产力 文字游戏代表旧的生产力 你知道不知道 我觉得这好像也对啊 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说我们的阅读 也不只是好像 非要拿一本书 装逼装在那天天读书 这叫读书人 也不在意说读书好像 经常我就跟人家说 刚才听着说 秦老师说 一个月读 一年读一两百本书 那叫读书吗 有人就说了 读书嘛 你这个老老实实的 把本书都要读很久很久 对吧 那你要是一年读一两百本书 是什么概念 两天读一本书 有的时候 一天就读一本书 那是真的读书吗 我说那当然是真的读书 今天的读书 跟以前的读书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它可以完全不一样 今天很多人 根本都不用读书 它也有读书的效果 为什么 它通过很多 你看过去我们经常 把知识和信息分开 认为信息是一条一条的 瓶碎的东西 它认为什么呢 知识是成片成片的 系统的东西 我们认为 零碎的东西 是不能代表系统的 系统的东西 是优于零碎的 谁说的 自古以来说的 但是问题自古以来 它没有互联网啊 互联网现在才有的呀 如果我们掌握 很多很多的碎片 碎片的多的程度 以及它的更新的速度 都比以前快得多的话 你就知道吗 在动态的信息中间 其实它可以不断地构建 我们新的知识体系 而我们传统的人很有意思 在你读书的同时 其实你会被旧知识锁定 连我在创业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 有的同学 很早就在大学时候 创业一个业 就是卖馄饨 到后来以后发现 到后来 他就变成 开馄饨店的老板了 为什么 因为他被 卖馄饨那套体系锁定了 到后来 这个同学没创业 到后来的时候 他直接搞了一个物联网 那现在为止 他干了一个物联网的 五年过去了以后 香港混沌摊 到现在落后了 到后来 物联网都比他先进了 为什么呀 所以知识 不仅仅有 positive的功效 就可以support你 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 有限的知识 它却可以锁定你 所以这就是 在我们今天 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讲一个全球化学 其实我特别要强调的是 多元视角 读书 就是读书 读少了 读慢了 慢慢地读书的样子 和读一两本书的样子 其实你很容易 被知识锁定 被一些旧的知识锁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至少是一个 非常推崇 快速阅读的人 而且快速阅读是一个技能 一模十行 为什么不行啊 一模十行是个技能呢 如果你从小 练一模十行的话 你就会很快啊 你看拿枪出来 开枪 神枪手拿出来 甩手一下 还是打准的 那个你不会打枪的 慢慢地 喵喵喵喵半天 还是没打准 我们很多人很懒 到现在才只读过两本书 还是教科书 一本语文书 一本算术书 对吧 他还觉得学问 比我们秦老师还大 秦老师你读得太快了 不行 对吧 他不是 那实际上我们今天很可能 就是我们要去接触 知识库的时候 我们把一本书 看作一个angle 一个角度 这些角度 都可以提供给我们 很有趣的东西 我自己是个特别爱读书的人 我其实刚刚读完 哈佛中国史 我是用了一个月时间 读完了这么多后本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这哈佛中国史 讲的这个中国 跟我们心目中间 知道的中国 实际上它很有意思 它是用个外国人 看中国 它是怎么说的 写的角度太有 所以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本书我认为 这套书大家特别特别说 看外国人是怎么看不懂 比如他说宋朝 他说宋朝 为什么他不爱打仗 宋朝是一个特别不爱打仗的朝代 而且因为不爱打仗 宋朝是中国有史以来 所有的朝代中间 GDP最高的国家 但是宋朝又是个国土最小的朝代 这很有意思吗 你们还记得 读过历史书的人 他会签一个檀元字门 他签完檀元字门 陪人家20万批捐 然后他说没关系不打仗 为什么 要不打仗的话 每年都可以产生120万批捐 只要一打仗 就不能造捐了 他赶紧都要提供军队的东西 所以你们知道吗 他就会变成了 那个捐的产量就会下降 所以他后来又不行了 又跟人家签一个 又跟人家签一个 又跟人家30万批 他无所谓 30万批给你 因为我那个时候变成了 一年只要不打仗 就可以多产生200万批的捐 所以这就是送屡屡的 跟人家签成下之盟 没关系 千万成下之盟 经济就往前快速地发展 所以他后面甚至解读 你知道为什么月费被干掉吗 因为月费不干掉的话 这家伙除了会把前面老皇帝引回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就打仗了 影响经济建设 所以他一个很有意识的角度 来解读这件事 不见得对和不对 我们再一次回来 不是对和不对 但他很有意识地提供一个角度 解读这件事情 他最有意思是解读 为什么后来从元明之后 专制主义的兴起 他用了一个小冰川时代的到来 中国的龙卷风 洪水 和所有的这个洪迅 大规模增加 元朝跟这个宋朝相比较 他增加了七倍以上的 洪水和龙卷风 那个时候叫建龙事件 就看见龙了 那说这个东西改变了以后发现了 就是比如黄河老决堤 淮河老决堤 这种事情已经变成了 普通人没法控制的事 他必须要依靠国家统一的权力 去来进行来组织 所以随着这种统一的世界 统一组织的调动 举国之力干的事越来越多 最后这个国家就变成了 集中权力的这个机制 会越来越强大 所以他很有意思地 解读了一些 我们过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没有看到的东西 或者我们用传统的一些史实 简单不能看到的东西 这是另外一本 我最近看了很有意思的书 这本书看完之后吧 就特别人的一带一路啊 这个东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这本书就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 我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 有个鸦片战争 他告诉我们说 鸦片战争打完了 中国对英国还是有贸易优势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英国人忙活了半天 赚了我们鸦片的钱 但是我们还是依然赚它茶叶的钱 而且这个茶叶怎么生产出来 英国人认识啥也不知道 他们有一点印度的土茶 就没法把这个东西卖得很好 而那个时候 就因为我们掌握这个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茶叶的价钱是由中国我们自己来定的 因此我们在这个贸易中间所依然占有很大的顺差 就是靠茶叶 那所以这个事件就讲了一个 东印度公司组织了如何精心的力量 把中国的茶叶的方法 茶叶的种苗 茶叶的人才 偷出去 弄到印度去 种植 生产 落地 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但是让我们会知道说 这个生产力的转移和贸易优势的建立 它是怎样一个 在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背后 表面上看到的热闹之后 它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 让我们来理解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我去一带一路国家 核心国家 我们一共有70个国家 我一共去了59个 我去每个国家之前干一件事 就是看一个这个国家的历史 我几乎所有的国家去之间 但是布洛迪海国家就没有单个历史 比如说没有立陶宛史 它也没有拉脱维亚史 但它有一本史叫布洛迪海史 我特别推荐大家看 这是我们上海的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出的一套系列的书 大概到现在有60多本 它是基本上涉及了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 有金巴伯威史 穆山比克史 孟加拉过史 斯利兰卡史 而且最重要的 中间三分之二的书特别棒 它就是不是传统写历史的方法 用很棒的故事来组成 看得非常的过瘾 比如说以色列史 以色列的建立 它不是用传统的大历史的写法 它是有好多好多故事串出来的 非常可读 非常的生动 其实我到最后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这本书 其实好多好多的书 在我这个不经意之间 其实在中间很多 这本书呢 是南通的清代最后一位恩科状元 张俭先生的儿子写的他爸爸的行传 因为张俭先生是一个很特别的 读书人 企业家 同时他是个教育家 而且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叫做副实业 某教育 把实业和教育结合起来 才是一个旧国之道 但我特别强调的不是这个 是讲的张俭先生的世界观 张俭先生一辈子 他只去过日本 但是张俭先生到日本的时候 张俭先生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中国的私俗的教育模式不行 所以他就开始做新式的国民小学 和国民初中和国民中学的体系 在南通以及张俭先生后来做的肯区 每十六华里是一个小学 每十六小学是一个初中 每十六个初中是一个高中 每十六个高中是一个师范学校 这就是他建立起来的一个 从南通往北的肯区的教学体系 张俭先生自己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其他的大臣都是搞社交 喝酒什么 张俭先生自己到日本的小学里面 他拿一个扯子 他跪在地下量那个桌子 它多长 多高 椅子有多高 他量完之后在干嘛呢 量这个日本学生 他抽了二十个左右的日本学生 量这个日本学生的身高有多少 他回来算了一个身高和乙高做高的比 包括窗户有多高 多宽 多大 所以他就会发现 过去的四属一般都在祠堂里面 祠堂里面普遍静光不好 尤其是灰派建筑 所以实际上 中国的小孩在过去像读秀才的 很少已经静视眼了 又不懂得戴眼镜 所以他们到后来的时候 眼睛都是很不好的 眼光不好 事情就做不好了 对吧 所以在后来 张俭先生做的小学啊 他的这个小学 从静光量和建筑的 科学性来说是很棒 但那个日本人矮嘛 他缺钙嘛 老吃鱼啊什么的 他是缺钙 所以日本人小日本他矮 中国孩子都要还是比他高一点 所以他又同样放大 这个椅子是多高 这个桌子是多高 窗户是多高 所以他把它放出来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日本人看了这个张俭先生做的学校 都觉得说 哇 好棒 学我们日本的 比我们日本做的好棒 而且你们没有知道 清代末年的时候 张俭先生搞水利 把荷兰人拿来干活 搞医学院 把美国人拿来干活 还给人家讲革命道理 最后还给人家工资没那么高 还干活 干了很多 老爸干死了 儿子还派来继续干活 所以 为什么 因为张俭先生是一个 他说我的理想中间 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很多人不太知道 张俭先生见识的南通 在那个时候 人们看到南通的时候说 哇 真的是一个理想国 我们上游重庆的卢作福先生 也是四大民族资本家之一 卢作福先生前半辈子 一直生意做得很好 等到后来他访问了南通以后 他自己有个认识 他说哇 原来 我干的东西跟张俭先生 做的这一个城市比的话 但差太远了 其实张俭先生 是有一个总理的梦想的 他做的南通是一个小中国的样式 可惜他因为他是个历选的助长者 后来作为革命的角度来说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就是说 张先生因为他是从读书和知识的角度 来理解世界 其实他只去过日本 他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了解不是很多 但我给你讲最后一个故事 你来理解 这个人心目中间的世界 因为读书而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梅朗芳先生和以前的欧亚玉倩先生 一直两个人是有过节的 一个是北派的领袖 一个是南派的领袖 张俭先生把他们两个人都叫到了南通 建了一个梅欧阁 告诉他们 我们都是做艺术的 有本事的 不要简单看不起谁 欧阳以前你到北京去唱 梅兰芳你到上海来唱 你要唱的让听众都认可你 你们就是棒棒的 他们两个人换了场子 张俭先生自助他们换了场子 后来他们都唱得棒棒的 张俭先生也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翘尾巴 梅先生如果你能够到美国唱的美国人 都觉得我们的艺术棒棒的 那才是棒棒的 所以你们记得梅兰芳那个电影最后是梅先生到了纽约去演出对吗 梅先生去的时候查一万块钱旅费 那是张俭先生给他的 那等到梅兰芳在纽约盛大演出成功的时候 张俭先生在这个演出之前四天去世了 但是张俭先生说的有句话作为我今天的结尾 他说一个人若去办一线的事情 应当有一省的目光 若去办一省的事情 就应该有一国的目光 一个人若去办一国的事情 就应该有世界的目光 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 他另外一句话说 人生一世草莫一求 人人若能做一二个事业 一到两间事业存世 那么你可以跟草莫同生 就不会和草莫同秀 张俭先生那个时候创建了 总共创了五百一十一个事业 创造了中国二十四个第一 你要知道 所有这些事情在这个之前都没有人做过 他怎么来的 张先生的读书 甚至张先生在很大程度上 他不懂外语 但张先生多了很多的外语资料 张先生还制作了很多人去留学 还让这些留学的后代的学生 来给他推荐很多的资料 让他来了解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一个新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人跟以往任何的时候 更加能够reach out 就是我们能够走出去半径会更大 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 固然是有民族自好感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今天一个中国人更加要有世界的目光 有对于世界的知识 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人们不是说 Oh you are too Chinese 你太中国了 而是什么 人们知道说 我们跟中国人之间是可以交流的 是可以去沟通的 是可以make sense 因为只有我们理解了解 我们有关于其他的文化 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历史的知识 我们在知识体和知识体之间 才能有更好的沟通 所以这是我自己 作为一个从小又环游世界梦想 其实我从本质上 是希望 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而更一样 是一个全球化意义上的 新的中国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